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VC澳洲留學網絡電台 您的第一手留學網絡平台 哈囉大家好 我是Yvonne 今天又回到留學的現場 我們今天這個單元非常的重要啦 因為我約到了紐西蘭的澳克蘭大學的老師們 特別來幫我們指點一下 如果要去申請紐西蘭的澳克蘭大學呢 有什麼方面的優勢 所以等一下我們馬上就會把我們預錄的 來做一個recap來把它剪接進來 那我個人是review完這些呢 我就總結一下 先summary一下 就是紐西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是他們沒有35歲的限制 就是如果我們跟澳洲比較的話 這一點真的是非常的紓壓這個政策 那 同時呢他們有 三年的畢業生工錢 所以這個也是比這個澳洲的政策 還要亮麗一點 那接下來呢 他們碩士 他們可以這樣family帶小孩子 小孩子如果過去那邊當地讀公立的高中的話也是免費的 所以這個蠻多吸引人的地方 可以給一些 算是藍海了吧 因為澳洲如果不幹這個事的話 那現在就紐西蘭天下了嘛 所以呢 如果有一些 家庭啊 他現在就是想要過去啊 然後 把小孩帶在身邊一起學的呢 那這個紐西蘭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再加上呢 奧克蘭大學的世界排名也一直往上躍升 所以呢 我希望今天的視頻可以給大家呢 帶來一個 新的思路 那也希望呢如果你關注 紐西蘭了 也需要再進一步跟我們聯繫的話呢 當然沒錯 你可以跟我們預約 更進一步的諮詢 那我現在就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趕快把這個 畫面先切入 老師直接跟我們講解 接下來我們對 奧克蘭大學做一個簡介 也分享一些更新的信息 首先呢 奧克蘭是紐西蘭最大的城市 也是紐西蘭的經濟 文化 商業和旅遊的中心 奧克蘭也是紐西蘭的國際門戶 那麼在台北和奧克蘭之間呢 有直行 而且來回呢 也是 來往是比較方便的 那麼奧克蘭多次呢 被評選為全球呢 最宜居的城市 它也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城市 有不同的族裔在這裡生活 那我特別要提一下 紐西蘭人呢非常的友善 隨和 相互呢也非常的包容 那毛利文化呢 在紐西蘭的日常生活中 也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大家可以會經常聽到呢 我們用Q的來打招呼 那麼毛利文化的價值觀 比如呢這個熱情好客 比如說守護家園 這些在紐西蘭的文化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這裡呢我們可以看到 奧克蘭的海灣集市中心的景色 奧克蘭的氣候呢宜人風景也非常的優美 我們的城市呢被兩個海灣環抱著 奧克蘭呢也有一個美譽 叫City of Sails 也就是呢風帆之都 這是因為呢這個城市是全世界擁有 帆船數量最多的一個城市 這張照片中我們看到 畫框框的地方呢 就是奧克蘭大學的 City Campus 也就是我們的主校區 主校區在奧克蘭的 CBD 學校呢交通便利 設備呢齊全 學習環境呢非常的好 除了這個教學研究設施之外呢 我們還有學生宿舍我們接下來呢會做進一步的介紹 奧克蘭大學有141年的歷史 建校於1883年 在過去的這個141年間呢 發展成一所世界著名的百強大學 在2025年 QS全球大學排名中 奧克蘭大學位列是第65位 是紐西蘭排名第1的最高學府 我們位 4萬6 多名 4萬6 超過4萬6的學生 提供了充滿挑戰的學習環境 那麼在學校的學生總數中呢 約有8000多 是來自於 世界上120多個國家的 國際學生 這裡呢我還要提一下 奧克蘭大學 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 是在紐西蘭排名第1的 那麼在 2024年 QS世界大學學科的排名中 奧克蘭大學的10個學科呢 領域 位列於世界的前50名 作為這個世界百強 以及紐西蘭最傑出的學校 奧克蘭大學呢一直呢 致力於為學生提供最好的教學 為學生提供了國際認可的學歷 我們許多的校友呢 在國際上取得了多少的成就 這裡呢 我也簡單的講幾個 簡單的講幾位 提到幾位校友 一個是紐西蘭前首相 Helen Clark 大家可能都知道 匯豐銀行的總裁 鄭海權先生 還有牛津大學的前校長 John Hood 那麼如果看過電影的呢 同學們 可能知道這個 The Lord of the Rings 紫環王 還有 The Hobbit 霍比特人 那你也許知道呢 這些電影的著名的導演 編劇Peter Jackson 也是奧克蘭大學的著名校友 好 那麼他們的成就呢 也就是印證了 奧克蘭大學的學歷 受到國際的認可 並且享有呢 很高的 贊誉 奧克蘭大學是 新西蘭的最大的研究機構 我們呢 擁有 新西蘭三分之一的 頂級的研究人員 我們的許多老師呢 在各個領域 都是 紐西蘭頂級的 和國際知名的學者 還有科學家 他們的研究活動呢 的廣泛程度也反映到我們提供的 很多的學科中 那麼在這個 博士層次呢 我們就提供100多個學科 從工程 到生命學 生命科學 到人文 還有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 奧克蘭大學呢 是紐西蘭擁有 專業最多的 綜合性大學 我們的這個教學 和專業呢 分佈在八個 Faculty 也就是學部 或者叫學院 也可以 此外呢 我們還有不同的研究中心 那麼我們這個 八大 Faculty 學部 就是這張幻燈片上所羅列的 有 文學院 商學院 創意 藝術 及產業學院 教育與社會工作學院 工程學院 法學院 醫學與健康科學學院 此外呢 還有理學院 那麼在這些不同的 學院 或者叫學部下面 我們都設有很多不同的科系 來交涉呢 不同層次的 課程 接下來就是 Chris 繼續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會跟大家 簡單介紹一下 奧克蘭大學的入學要求 那麼 通常情況呢 如果說大家在查看 奧克蘭大學的 課程的時候 那麼你們可以 在這個 我們的網站上 直接搜入 課程的名稱 然後呢 就會單獨出現 那個課程的 頁面的一個具體介紹 那在這個介紹裡面呢 其中有一項呢 就是這個 我highlight 出來的一部分 就是intro requirements 那麼在這裡呢 你可以 選擇 這個 所取得的最高學歷呢 是在 紐西蘭之外 然後呢 在 同時呢 在下面的 這個下拉框裡面呢 可以去選擇台灣 那麼 就會呢 出現針對台灣的 這個申請人 所 針對這個課程 所要求的這個 具體入學要求 那麼 這個呢 就比方這個課程的話 他對於這個申請人的學歷要求呢 可以輸入這個申請人所在的學校 國家以及說 他 所在成績單上取得的具體的成績 然後輸入這個成績之後呢 就會自動換算出來一個GPE 那如果說這個GPE的成績呢 是高於我們要求的5.0 學生申請是肯定沒有什麼問題的 對 這是 學術要求 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英文的要求 那麼我們在這裡呢 是 只是寫了一個雅思的一個要求 那除了雅思之外呢 我們其實也是有任何很多 這種國際通認的英語舍聽測試 比如說 像托福 Pearson 還有這個 這個 ITP 等等 很多 那麼具體的這個清單呢 你們可以直接登入我們學校的這個網站 去搜這個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就可以找到 接下來呢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關於申請的時候 所必須具備的一些材料的要求 那通常呢 我們會是需要申請人必須提供這個ID的一個材料 那麼對於國際學生呢 我們是要求提供護照的首頁的這個掃描 那如果說是通過Agent 這邊來遞交的話 同時呢 我們是需要在這個 這個 Scan copy上去 verify 一下 證明是 原件 那然後呢 在這個 學歷材料的要求方面呢 我們是要求申請人提供成績單 如果說他已經具備了這個 這個畢業證 或者是學歷方面的一個證明的話 同時呢 這個是也是要提供的 那麼我們是要求呢 所有的這些非英文的材料呢 都要翻譯成英文 才可以 那麼還有呢 就是剛才講到這個英文水平的證明 那麼對於undergraduate的話 我們是一般是要求 絕大部分的專業的 是要求雅思 6.0 單向呢 5.5 或者是等同的 其他的英文水平的一些 測試的一個要求 那麼 除特別的專業 比如說像 護理啊 醫療 類的一些 還有這個教育類的 他們的英文要求 是會更高一些 然後呢 對於PGD的 postgraduate 一些課程的要求的話 英文呢 通常是要求6.5 雅思6.5 單向呢 不低於6.0 那麼還有一類的 申請呢 那就比如說像是這個 藝術類的 或者是說這種 醫學教育類的 他除了像 剛才講到的這些材料要求之外的話 可能還會要 提供一些像這個作品集啊 或者說面紙啊 這樣的一些 額外的要求 那麼具體的這些要求呢 是在申請人 遞交上申請之後的話 我們這邊 都會在系統上顯示 學生或者申請人需要 額外去提供一些 什麼樣的一些材料 然後呢 這個呢 就是關於 奧克蘭大學的 這個學生住宿的一個信息 那麼奧克蘭大學呢 是提供在 在紐西蘭是提供 最多學生 住宿的一個大學 我們呢 是有4000多個床位 那麼根據 學生 住宿選擇的不同呢 主要是分為兩類 一類呢 是含餐的 另外一類呢 是不含餐的 那麼通常呢含餐呢 是價格會 相對而言會高一點 大約呢 是在紐西蘭園 310-450 紐幣 一周 然後呢 Sorry 那個 講反了 不含餐呢 是310-450 紐幣 一周 含餐呢 會稍微更高一點 那麼我們呢 在這個 學校周邊呢 是有9棟不同的 學生公寓 可以去選擇 他們呢 都是距離學校的 大約是5到10分鐘的步行距離 因此呢 是非常的便利 那在學生公寓裡面呢 也會有提供很多不同的設施 就比如 會根據學生 住宿的 類型的不同 有公用的 或者是 單獨的 衛生間 廚房 然後呢 我們還有這個 輪椅的一個 空道 除此之外呢 還有像這個 laundry services 還有這個停車廠 還有這個自行車 如果學生有自行車的話 還有可以停 自行車的地方 除此之外呢 還有像一些體育啊 運動的一些場所 以及說 學生可以在那裡 自己學習的一些 學習室之類的 請問一下 他們含餐跟不含餐 只差10塊啊 也不是 因為呢 因為呢 他其實 不同的這個 住宿的 費用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呢 這個只是一個 大致的一個 range 所以就是說 他那個 320的含餐跟 就是說 可能是 住差一點 但是 差一點 那那個不含餐 310已經是頂配了 是吧 其實不是 因為呢 含餐不含餐的話 更多的是在於 他所選擇的 這個住宿的 這棟樓 是含餐的還是不含餐的 通常呢 不會說在這個 residence 公寓里面 有兩種類型 哦 OK OK 嗯 對 對對對 對 啊 而且呢 那那個car park 是free的嗎 啊 car park的話 是要收錢的 嗯 嗯 對 然後呢 更多的關於 學生公寓的一些 這個信息 呃 還有這個申請啊 可以掃描這個 下方的這個QR Code 然後呢 都會有更詳細的一些介紹 以及他們的一些具體的位置 對啊 接下來呢 跟大家講一下關於奧克蘭大學的獎學金 那麼奧克蘭大學的話 對國際學生啊 提供有非常豐厚和種類非常多的一個獎學金的選擇 那麼目前呢 獎學金我們可以大致分為三三個不同的類型 那麼第一種類型呢 是專門只針對國際獎學系 國際學生所設置的獎學金 那麼第二種呢 是啊 不同的科系 然後呢 他們有的時候會有不同的獎學金 還有一種呢 就是在整個全校範圍內 就是沒有任何啊 具體的一個具體限制某一類型的申請人可以申請的獎學金 那麼在這上面呢 總共羅列了 只是羅列其中四個獎學金 那麼第一個呢就是國際學生優秀獎學金 這個呢是針對於國際學生特有的 那麼它可以最高是給到一萬紐幣 去覆蓋學生選擇入讀本科或者說研究生 這樣的一些課程的一個學習 那麼接下來的這三個呢 是分別是不同系別的獎學金 就比如說有商學院的獎學金 還有這個教育學院以及說醫學院的獎學金 那麼還有一個點非常重要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的國際學生獎學金呢 它有一些是可以相互疊加來獲取的 就比如說 專門針對國際學生的那個獎學金 它可以疊加系裡的甚至說這個大學裡的獎學金 因此呢疊加起來其實學生所能獲得的這個獎學金的總額還是非常豐厚的 那麼目前呢我們絕大部分的獎學金呢是基於學生成績的這個優秀程度來進行評估的 那麼這個呢也是需要學生單獨去申請才可以獲得的 對那麼具體的一些信息呢同樣也是掃描這個下方的這個QR code 不好意思我們叫做單獨去申請 就是他先去我們幫他申請到你們的offer之後 然後他自己才要再他自己才去跟學校單獨申請嗎 對就是獎學金的話我們不會默認申請人一旦遞上了這個program application 就會自動去評估他是否有這個獎學金的資格 他需要呢去找到這個獎學金的這個類型 就比如說剛才講的這個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ellence Scholarship 然後找到這個頁面呢 然後呢上面會有個具體的鏈接 然後呢去這個點擊申請才可以 那麼對於獎學金的申請我們是要求申請人呢 是已經拿到了我們的這個 要么呢是條件錄取通知書 要么呢是無條件錄取通知書才可以申請獎學金 那他是不是也有一種可能就是他拿了offer 然後我們幫他做visa 然後visa account 就他人都已經進去了 然後他再繼續跟你申請 他還是可以後來才得到是嗎 我們是看這個獎學金的具體類型 那如果說呢這個獎學金呢是針對新的 國際學生的話那他就只能在他開學 可能是他拿了這個offer 他開始進去學 他學學學了一半 學了一個學期他的GPA非常好 然後他突然跟你說我要獎學金 這是不行的吧 這個有不同的獎學金的類型他可以去申請 但是呢就看不同的獎學金的話 他所設定的申請條件是什麼 哦原來真的有這種事咧 怪不得有我們有學生他是問澳洲的學校 然後我們覺得他是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都不理他 原來他在紐約是可以實現的 對對對就看這個具體獎學金的這個申請條件 那麼有一些獎學金呢是只針對新的國際學生 他開學的時候獲得可以申請 那麼有一些呢是一些ongoing的這些returning學生 然後呢他也可以是申請對 所以呢具體情況還是要讓學生自己到這個獎學金的這個 說明裡面的去查看 不好意思打斷一下 那那個Chris 因為我看像我們Foundation結束的學生其實蠻多的 他都會自動再拿到一筆那個奧克蘭大學的那個獎學金 那個是沒變的吧 對那個那個的話是專門針對於Up Foundation的學生的一個專項獎學金 OK謝謝 好的明白了 嗯那他自己在那默默跟你們一直啰哩啰嗦的獎金 他就是沒有的話 我們還能夠幫他協調嗎 還是這個跟我們我們管不到了 當然Agent呢也可以去幫助學生去遞交一些申請 但是的話其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影響 對因為呢我們其實評估獎學金的話最主要的條件 絕大部分獎學金的評估標準呢還是基於學生本身成績的優秀 對所以會有一個排序然後呢根據從高到低進行一個篩選 然後呢那麼對於學生畢業之後的話會有一些什麼樣的一個情況呢 那麼對於奧克蘭大學的畢業生的話 他們目前按照紐西蘭移民局的這個政策的話他們最多可以獲得三年的畢業生開放工簽 那麼在這三年之內的話他們是可以從事就是Gelaf的工作 對當然這個也取決於他們所學的這個課程的等級以及所所學的具體的專業 那麼具體對應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分析或者是詳細說明 我們還是建議您可以到時候登陸紐西蘭移民局的一個官網上進行一個詳細的查詢 對那麼就像剛才立友講那麼我們奧克蘭大學的畢業生呢 在紐西蘭的畢業生就競爭力是排名第一的 那麼這個數據呢是在QS2023年世界大學排名當中的話是做出的這樣一個結果 對所以還是非常有幸福利的 那麼當然呢這個是得益於多方面的一個共同的一個因素 那麼一個呢是本身奧克蘭大學的學生的話 他本身在整個紐西蘭就是最優秀的學生 他們從入學啊到各方面的這個學習能力方面都毫無疑問是非常棒的 那麼除此之外呢奧克蘭大學呢對於學校的學生還提供有各種各樣的這個對業服務和職業發展的一個指導的一些項目 那麼其中一個呢就是我們叫做這個CDS服務 它其實呢是叫這個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ability Services 那麼學生的話自從開學第一天他就可以去獲得這個部門所提供的各種各樣的服務 那麼打比方就比方說他們會組織各種各樣的workshop 然後呢去幫學生去建立各種各樣的行業內的人脈關係和網絡 以及說組織各種這個職業培訓以及面試技巧方面的一些課程 同時呢在這個平台上呢學生也可以去搜尋和申請各種各樣的這些工作機會 除此之外呢他們也可以去讓這個部門幫助他們去這個指導他們去寫簡歷啊寫這個Cover Letter 以及呢這個部門通常還會組織很多各種各樣的這些跟雇主的見面會的一些活動 那麼通過各種活動呢學生都可以建立一些行業內的相關的人脈關係 那麼以及提升自己在各方面的這個能力 那麼我們的學生呢從一開始開學到畢業後的三年之內都可以獲得這個部門的這個就業指導和服務 所以的話對於我們學校的學生而言 好我們聽完了這兩位老師精彩的這個奧克蘭大學的介紹啊 你可能有更進一步你想要再了解更多了 因為呢我覺得整體來說奧克蘭大學在有一些科系上它的門檻是相對的比澳洲來的寬鬆一點 這個包括很重要的物理治療師啊 他們的門檻稍微英文門檻沒有要求一定要10個7 所以有一些同學呢體育系的 啊或者是休閒的休閒管理系 休閒體育系的呢 學生啊都是可以關注的 好那今天呢我希望這個視頻可以給大家帶來新的想法哈 然後我們會分兩集 這一集呢是專門做大學的 那還有一集緊接著請大家可以看Part2的呢 就是這個紐西蘭的中學啊 我要預告一下 紐西蘭的中學可以台灣的國中 就過去直升這個奧克蘭大學的預備高中課程 這很特別喔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點播那一集來看 OK 掰掰 OK 大家好